台台病疫欢迎欢迎对四月份开始生力护育医学中心 若是有高手机的主题医生来获得有新的苦务 当时也定书中心来接生过危险性的用力 最近护三科精速就向台台来请求协助 接生健康很危险的三胞胎 台台妈妈上派出4名以后警官整公来救救 现在这三胞胎在台台病疫医疗尽管的用心照顾之下 已经准备要来赠予了 因此也要来准备准备两个 祝福他们平安健康大学 也典型这几年紧急医疗办法的成果 台台病疫欢迎欢迎欢迎最近接到后悔 一间护三科精速清救护育 表示有1名买三胞胎的护育要买抹30例酒 刷地精速三件时突然买 是紧急请台台来护育 台台亚政客家都心理的护育中心转达成救 那集中1到6月也有成功转接15位案例 那我们主要是成立这个护育医学中心 另外我们以外也承接卫福部的一个提升 额科精子的品质计划 那利用卫福部提供给我们的资源 购置新生和专用的精密输送型 精密保温箱 那提供小朋友这个在更低的早产的高危险新生的医疗照顾 这三胞胎经过43天的照顾 都要向第一位1500公斤 大到2600公斤 第三因为有万幸喜悲 继续留在便宜观察 今天他们风亚特别的准备结论过 要庆祝妈妈行情 走过最辛苦的照顾时间 恭喜妈妈 很辛苦 我很满意 对啊 因为他们的服务很好 而且他们就是讲解宝宝的情况也是很详细这样 对啊 未来我们这样做的就是很缺席 我们会有第二位 青生儿中度加护病房的医师 会也会受讯完成到我们云林分院来 那这样我们现在加护病房就有两位专责的组织医师 如果有任何的这一种危险 就紧急的可以送到台大来 我们有一个随时备战的一个team来为大家服务 另外一方也有很多机会 邀请他十三里的爸爸李准达来电视围走 他出生的时候体重是1060克 然后身高35公分 对 然后其实他也在加护病房待了61天 但我女儿就是很小时候我都会画画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种 一种 呃 那个什么 塑压啦 这样 然后之后参加那个早餐回娘家 我就想说 那可以利用我的这些画 画作 也可以办个展览 李准达来电视台大便宜分领分颐 预防月车 因本来表现 现在来十三期经济医疗忙 加上对生理的赋予医学中心医疗助援 可以付过徐医生的大便度辅入 以及人有利他的作用完成照顾 记者都差不多